歡迎來到我的行銷大學堂 我喬一下 OK 那今天 剛洗完澡 充充滿滿的來趕下來錄這一集 今天8點的時候就 有些預告今天要講什麼 那今天就有人問我說 到底現在在講一些網站監控網站監控到底在監控什麼東西啊 我就以後來做一個比喻 你 開了一家店 你要不要請人家來管 沒有 現在阿里巴巴阿麻總有用無人餐廳沒有人來管 那是因為那是無形的人在管 所以無形的人管更厲害你知道嗎 你聘請店員的時候有人進來的時候 你知道這店員的名字是什麼嗎 現在的7-11 全家不是像以前的干媽店都出 附近的鄰居 然後來加一邊小明 老王的兒子 阿吻 阿花 阿花 阿花人做小孩 阿嬤 這你可能以前的 打麻店 找我店可能可以做 可是現在的便利商店 裡面的服務員有辦法做到這個嗎 有 很難 有是有但是應該是不多 幾乎是少數 所以 我們說 當你開這店的時候你要不要知道說來你店裡的人都是誰啊 他們是 是哪方 哪方的英雄 英雄辣妹啊 OK 那我來我店裡面是不是 他們的消費的額度是怎樣啊 他們買了些什麼東西 我是要有一些 數據讓我知道 我才能去做改善 網站也是一樣 但你要不要知道說 我網站開在這一邊 到底是有沒有人來我的網站 你網站做好了 你的 工程師跟人家說老闆 我網站做好了 或是你委外的 委外的 請人家去做網站 然後交給說網站做好了 那你就說好 做好上去 那上去之後呢 就放在那邊嘛 是這樣子嗎 那你就死定了嘛 你進去開的嘛 因為現在網路這個你要了解說 我網站放上去到底有沒有人來看啊 對不對 這有沒有人來看 第一個 第二個 現在都要做網路行銷啊 你在做你的SEM、SEO啊 那你做了SEO、SEM之後 到底有沒有銷啊 你花了這些錢 去跟人家 運用了一些社群媒體 運用了跟人家交換網站 然後做這些東西 自己在FB裡面做 自己在FB買廣告 自己有什麼去Twitter、微博、微信 什麼一大堆大影片 在Google Plus 然後YouTube裡面 做了一大堆事情 那到底有沒有效 有沒有把會員留在 留進來你的頻道裡面 留在你的網站裡面 到底有沒有 你知道嗎 你了解嗎 OK 所以 網站監控就是要 至少 最重要的一個點是 要一個點是 你網站到底有沒有人來看 來看的人 來看的人 我們才會透過這個網站監控的模式 去 到底是誰來看 但是他沒有辦法跟你說 是小民啊 住在台南的小民 然後 然後 28歲 男生 然後 做什麼做什麼 現在在 南科台積電工作 然後 興趣是 是 讀書 Pacheta 他沒辦法這麼仔細 但是他會跟你講說 來你網站的人 是男 是女 男的比例是多少 女的比例是多少 台北 高雄 台南 台中 花蓮 台東 這些人 是有多少人 比例各占多少 都可以知道 幾歲 15到20歲 20到30歲 30到40歲 是多少人 興趣 大部分是做什麼的 這個都可以了解 那我才能來分析說 我的網站自己的屬性是嗎 我是賣 富英用品 現在很紅 八路現在 富英用品 很紅 我是在賣 富英用品的 結果來我的網站裡面 都是什麼 都是 女性 沒錯 可是這些女性 是20多歲的女性 20多歲的女性 來觀富英用品店 給我網站 導進來的流量 都是20多歲的女性 來 我的網站 好像有點怪怪吧 是女性沒錯啊 但是 台灣以目前台灣來講 20多歲的女生 生小孩的應該比較少吧 所以這樣你就會發現 我網站導 現在的流量到底對不對啊 這是一個點 這要講的也有很多 這是一個點 你就可以知道說 進來網站的人 是不是真的我的錢在消費者 這是為什麼我網站監控 我今天講的這只是 一個很基礎的一個點 要講這個的很多 但是我們 時間到了 不多講了 今天就講到這邊 網站監控是你在做網站 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 沒做的話 你是沒辦法達到 你的營業目標 OK 今天就講到這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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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